今天我要介紹一系列的書 叫《追意四水年華》 很多人有時候問我要書 就是要我推薦他們看的書 都說這一本 我最喜歡的就是這本《追意四水年華》 它是一種意識流的寫法 意識流的寫法就是他想到什麼就寫什麼 想到什麼就寫什麼 主角是法國人 這些都是他的那個 等於是他的人生 你看他書 你會完全投射在他的世界裡面 他的保母他的媽媽他的爸爸 然後他的貴族生活 而且他一輩子不缺錢 他家很有錢 所以他也沒什麼工作 他就在貴族上流社會上遊走 然後觀察感到事態炎良 觀察到貴族社會之間的那些 緋文 他就把它寫得非常巨細謎 他有很多社會事件在裡面 他會寫說 啊 誰的觀念怎樣 誰的觀念怎麼樣 反正就是你會覺得好像 你是沉浸在他的世界裡面 你不會覺得你是自己 你覺得你就是普魯斯特 你就是這個法國宗教 你就是一個病態奄奄的人 你讀他的書 你就會感到這種 Fu 而且他的用詞非常優美 主要是用詞非常優美 很好形容細微的事物 他是形容彈鋼琴一首曲子 可以寫成這個符號怎麼樣 這個樂曲怎麼樣 這個韻律怎麼樣 然後使那個男的產生什麼感情 讓他一種想到以前回憶到什麼東西 想到以前的戀情有多美好 這些可能都是他自己腦補 他腦補得非常漂亮 就是跟真實的事件可能是 沒有太大的差別 他非常善於觀察人性 所以我覺得他也算是 因為他是很敏感的人 性格內向有敏感 他裡面有寫很多 他追女生啊 有些戀情史啊 就是他單戀別人 要不然就是 他喜歡一個女的 那女的跟他是伴侶 可是那女的會去跟其他女的 有些親密關係 就是那女的是雙性戀 所以男男主角也不太高興 反正發生很多些事情 蠻有趣的 可是是非常難讀 因為他的敘述非常的複雜 非常的 形容詞非常的多 可是你看的話 你會增進你的語文能力 你的國文能力 你的協作能力 都會進步 所以我很推薦這本 追逸四歲年的話